被受关注的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即将于9月中旬拉开帷幕 近日俄方公布了包括两艘驱逐舰 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和两艘辅助船只在内的参演舰艇名单 有分析认为从兵力配置上来看 此次中俄南海连演反潜和夺岛或将成为重点课目 根据俄海军台平洋舰队近日透露的消息显示 此次中俄海上连演将包括联合防空 联合反潜 联合反舰 联合防御 联合登陆等科目 俄方参演的五艘舰艇包括 反潜驱逐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 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坦克登陆舰佩列斯维特号 以及阿拉套号远洋托船和佩琴家号远洋游船 深圳卫视注意到 此次俄方参演的三艘主力舰艇都曾多次参加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 两艘驱逐舰同属无位级 满载排水量7500余吨 与中国052D型驱逐舰相当 该机舰反潜能力尤为突出 其主战武器为两座四连装反潜导弹发射装置 配备的十英反潜导弹射程55公里 飞行速度0.95马赫 战斗部除常规于雷外 还可搭载5000吨集当量的核弹头 该系统也可以换装射程35公里的反潜导弹 具备一定反水面舰艇能力 无位级搭载的卡尔7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反潜直升机 装备有406毫米自导鱼雷 综合作战能力优于西方同等级直升机 而编队中的配列斯维特号坦克登陆舰 去年曾在中俄海上联合2015中现身 与中国海军登陆舰长白山舰 以及中国空军一起对模拟目标 实施立体协同登陆演练 有观点认为 近年来美军将大量潜艇部署到南海区域 周边国家也纷纷强化水下作战能力 因此反潜是中国海军在南海急需锤炼的重要课题 而菲律宾越南等南海问题争端方 频频强化在非法占据岛礁的军事防御 甚至进攻能力 也让中国不得不做相应的准备 军事专家刘江平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 从俄方的兵力结构上看 此次中俄南海连演 联合反潜作战和联合登陆作战将成为重点 这样的话也符合当前南海军事斗争形势的一些实际情况 这样的军演也比较有针对性 可以提高中国海军在南海的海上力量 包括空中的反潜力量 联合反潜和夺取岛礁的这些海上军事斗争的一些联合作战的经验 军事专家尹卓在央视今日关注栏目中也指出 南海多岛礁 因此岛礁的攻防作战必然是重要的演练内容 他表示俄海军曾长期进驻越南金兰湾 因此对南海情况也有一定了解 中俄海军可以在此次演练中 很好的相互吸收借鉴 应该说岛礁区的攻防作战 就是登陆演习的一个特出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岛礁有个特点 就是一攻难守 但是岛礁上如果面积大了 它的防御能力也会比较强 那么你的预先火力准备怎么样做 你的进攻行动如何组织 另外如果要是让你来防御这个礁 你应该怎么部署兵力 你的固定防御和机动防御怎么组织 像类似这些问题都是有很多的可演习的地方 此外尹卓海表示 南海海域面积远大于此前 中俄经常演习的东海与日本海 在这一片海域中俄一系列远程武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中俄之间都装备了大射程的这个导弹 那么如果真正进行实弹演习 在东海不能打全程南海可以 比如500公里以上的反舰弹 射程一两百公里的这个对空弹 我会在南海可以放开地打 此外有观点指出 此次俄方派出的佩利斯维特号坦克登陆舰也体现了俄军对现代登陆作用的理解 佩利斯维特号属于缠除二级坦克登陆舰 与缠除级相比 重点强化了防空能力 增加了兼具防空反导能力的76毫米炮和30毫米近防炮 特约军事评论员石虹表示 现代海战中对登陆航渡舰艇的主要威胁就是空中力量 在二战中著名的刮岛战役关键阶段 日军企图组织11艘运输船将1.35万枚士兵以及1万吨战斗物资运送至刮岛 结果失去制空权的日军惨遭美军航空兵狂轰滥炸 10艘运输船悉数沉没 数千人葬身大海 最终仅有2000余人和55吨物资上岛 这次战斗也成为刮岛战役的转折点 无独有偶与蝉除二级一样 中国海军最新型的071型船坞登陆舰 在设计上也着重强调了防空能力 同样配备了一门76毫米高屏两用炮 以及四座30毫米进防炮 在日前举行的南海舰队某登陆舰支队实战化登陆演练中 演习的首歌预设课目就是防空 作为红风编队指挥舰的昆仑山舰 运用舰载雷达捕捉蓝方战机踪迹 并将信息实施共享给编队中其他军舰 各舰主副炮协同对蓝方战机实施打击 面对蓝方来袭导弹 昆仑山舰发射干扰弹进行反制 石鸿海指出 目前中国南海已经拥有数座机场 这可以为解放军在南海地区提供有力的空中保障 他表示 在真正的战场环境下 登陆作战是一个体系化任务 主要的防空任务会由这些航空兵以及舰艇编队中的驱逐舰护卫舰完成 对于登陆舰本身而言 仅需要承担对少数突防目标的打击任务即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用的是自己的主炮 还有一个就是舰上的宿舍炮 再加上电子战系统 进程防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能够对付少数突破外层防御圈的这些反舰导弹 和空洞的攻击的飞机 所以他主要是检验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我们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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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我们不上去